诊所疾满打AZ疫苗的民众 几乎预约的人都来报到施党 对比过去最烘的莫德纳疫苗 现在却乏人问津 里长打电话催打气 依然冷冰冰 9月中之后 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广发一些 需要打莫德纳的 也没有再回我了 里面询问最多是AZ AZ是最缺的 预约进来的人 以前都是满党的 然后的话 现在大概都一半以下下很多 指揮中心也公布最新17号施打数字 打莫德纳第一剂 有17895人 加上第二剂施打人数约是5万多人 不过AZ两剂接种 就打了超过10万人 AZ疫苗人气暴冲 一届分析几大原因 包括提早在第14轮 确定开放可以混打莫德纳BNT 另外莫德纳公司日前坦言 30岁以下年轻男子 施打后出现心肌炎几率 比辉瑞高5倍 再加上国内疫情趋缓 疫苗预约率平均剩5成 尤其长者纷纷气打莫德纳第二剂 这几乎是在二分之一以上的 特别是年纪大的人 被迫要丢增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觉得很心痛 很多长老公讲说 反而接种的死亡率比 确诊死亡率还高 所以他们也非常担心 打气够冷了 这时候莫德纳却又在18号下午 到货最新一批115万剂疫苗 也是今年采购的最后一批 总共10批609万剂全数到货 效期到明年1月24号 施打计划也出炉 这批的疫苗大概还是就提供给 莫德纳第一剂或第二剂的需求 那加上混打的一个需要 18号国内本土疫情继续加龄 即便如此一届提醒 还是要打第二剂 因为根据国外文献指出 没接种完整疫苗的人 比打两剂的染上新冠肺炎后的 住院率和重症率高出4到6倍 尤其春节境外返乡潮将至 别等疫情再起 要来强打疫苗 到时候可能又一针难求 黄宇新闻蔡宇志黄韵竹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黄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